在四川成都青阳区残联内 有一间名为五彩梦想的免费画室 这间画室的学员全部都是自闭症患者 唐室综合症患者 脑瘫患者等心智障碍者 画室成立于2013年 如今已帮助上百名心智障碍者 通过绘画进行康复训练 借画笔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 徐渝江是这间画室的发起人 他也被画室里的学员叫做徐妈妈 画室一角 徐渝江正在陪伴自己33岁的女儿细心心 创作一幅人物肖像画 徐渝江说女儿出生时不幸患上脑瘫 但从小女儿便展露出绘画的天赋 画画成为他与外界交流的方式 退休后的徐渝江与一家公益机构 创办了这间画室 不只是给自己的女儿一个安静画画的地方 也给了其他心智障碍的孩子 一个打开封闭新闻的平台 我退休了呢 我决定陪自己的女儿 在绘画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些 那么如果能够带动这么一批 和他差不多的这种 孩子们共同成长呢 一定是件后应有意义的事情 陪伴的星星我都是一直在成长 现在能够陪伴这么多孩子 其实我觉得自己的生命 确实是很有意义的 在做这件事情 从小谢欣欣就不具备健全孩子一样的智力 表达以及生活自理能力 几颜料拿画笔 对于他来说都有些艰难 在谢欣欣的身旁 摆满了他创作的油画 其中还有一幅是他的自画像 因为我想当画家 那你当了画家 你最喜欢画的画是什么 有风景 还有呢 还有人物 你觉得怎么才能让更多人看到你画的画呢 做画展 那做画展想干什么呢 让大家看一下我画的画 那你的那个自画像上面 为什么你的嘴唇是蓝色的呀 这是艺术的感觉 在母亲的大力支持和陪伴下 谢欣欣从2007年开始 先后跟随多名专业老师学习绘画 至今他已创作出上千幅作品 谢欣欣的这些作品用色大胆 想象力丰富 也得到了许多专业人士的认可 谢欣欣呢 他在2013年呢 就是接受周春亚发起的五彩基金的资助 在这个平台上呢 他的画作呢 也到美国 法国 韩国 等好多个国家去展出过 他的作品呢 就是说在2019年 成都市的艺术节上 他有四幅很大的作品 被专业人士收购了 收藏了 我们看了他一个自画像 他把他自己画的红红的脸 然后脸上的小雀斑 他的特征都画出来了 他脸上的小雀斑 很多人会以为是 认为是不漂亮 但他觉得这就是他的记号 他很自信地把他画出来 我觉得这反映他的心态 其实是很阳光 很健康的 在画室画了八年画的 智力障碍者李畅然 对这里感情很深 他说 过去自己在家里很孤单 无聊 来了画室后 认识了很多朋友 以前我在家不爱说话 爸爸妈妈都 都带我 都有点困难了 这个就像我们的培训班 让我们来培训 让我们更爱说话 一些更爱沟通一点 班画室的八年多来 徐一江已经成为 画室的全职志愿者 他也从对绘画一窍不通 到如今的半个专家 徐一江表示 只要自己的精力还能支撑 就会陪着这群心智障碍的孩子 一直画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